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我們先來看一下 在直播中不小心失誤的 Lusrappin Kim Chaewon Lusrappin Kim Chaewon昨天在直播中介紹的時候 不小心說成 Konnichiwa Aijiwon desu 而瞳孔地震了 咬嘴唇咔咔咔太可愛了 應該就是將外國瑜診斷死背了 所以才會這樣 沒能隱藏的反應也太可愛了 聽到這樣的事物後 小銀花也沒有看前文一眼 真的是高手 我也是在工作時 接自己個人手機的時候說過 你好,我是XX醫院的誰誰 我每次都去餐廳外道後會說 歡迎下次光臨 突然想到那個 客人要找主管 工讀商說好,我幫您去叫 突然轉身回來後說 那個,我最近僅身為主管了 所以 大家有沒有太習慣而失誤的情況呢?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Running Man成員們與Idle們的業配差異 Idle與Running Man的比較分析 特征一 自然的用餐 用表情來做反應 特征二 符合廣告主心意的乾淨整潔的用餐 我們去行程的時候也點這個來吃吧 特征三 無可挑剔,非常自然的對話 而另一邊Running Man的業配 晚餐 不吃晚餐也沒關係 真的很飽 一個,兩個,三個 嗯,今天不吃晚飯也可以 真的很飽 特征一 非常不自然的對話 特征二 以為狼豚虎咽廣告主就會喜歡 醬料的味道也很香 可以當香水來用了 特征三 往奇怪的方向宣傳 特征四 一直看著製作人跟廣告主說話 第一次吃這個沙拉 所以要帶回家保管 還有香水 香水 再怎麼努力你也不能拍廣告 這個會找呃呜的 反正廣告會給恰呜 字幕好好笑 咳咳咳,反正廣告會給恰呜,笑死我了 說實話 人裡面的這種風格 對廣告更有幫助 所以總結一下這段內容就是 反正廣告會給恰呜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出現在口試題目的twice 不知道大家所在的地方有沒有這種情況 就是在學校口試題目上 不是小明買了什麼東西 花了多少錢什麼的 而是直接使用藝人的名字 在韓國twice成員們的名字 常常出現在學校的口試題目上 而引起了網友們的關注 當有音物阻擋氣管的時候 壓迫患者的腹部緊急救治的方式叫什麼 答案是 1.哈姆利克急救法 而看選項4的話寫著 twice法 3.與畫線提格內容相似的選項是 1.twice很可愛 與保存科學特徵說明不一致的是 1.哪樣什麼什麼什麼 2.某某什麼什麼 3.刹那什麼什麼什麼 4.成年什麼什麼 5.塔香什麼什麼 然後這個是用twiceSignal的歌詞 出了音韻變化的口題 其他也有很多地方使用了twice或者是成員們的名字 甚至還有使用照片的地方 所以總結一下這段內容就是 塔香生日快樂 2.3.3.3.1.7.0 2.4.3.5.1 3.3.1.2 最年是水晶的 7.1.4.3.1 2.4.3 是房長恨 3.4.4 4.4